水面正在以200麦的时速结冰 女孩困在水下拼命地向上游 父亲伸出手准备接音 但就在女孩里水面还有0.01公分的时候 水面瞬间凝结成冰 女孩被直接冻在了冰中 听着大宝的求救声 妈妈强行镇定让她控制呼吸 太空浮有恒温功能 氧气还能坚持五个小时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救她出来 于是父亲用小刀奋力地挖掘着冰面 就在这时 小宝注意到远处坍塌的山峰上阵散发着白光 猜测那白光应该是煤矿所致 于是他立马将这件事告诉给父亲 听到这话父亲犹如醍醐灌点 煤和冰结合后产生到化学反应 足以让冰面迅速融化 这样也就可以早些救出大宝 父亲安抚完大宝后 交代二宝留在这里守家 并随时用无线电汇报情况 随后就带着小宝踏上了去网游 煤矿的山峰 一路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父亲开始小心翼翼采集煤矿 可就在这时 身后的小宝发出一声尖叫 掉入了一个冰洞内 看着深不见底的裂缝 父亲只能甘着急 小宝一路滑行到了底部 好在并无大碍 他试图用无线电联系父亲 奈何这里接受不到信号 只好尝试向着洞外走去 看着焕发昂昂生机的森林 小宝呆住了 这是无线电传来父亲的声音 得知小宝没有受伤 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问他能不能自己上来 看着陡峭的山体 小宝表示没有办法自己上去 无奈之下 父亲让小宝再次等待 大宝那边的情况更加危急 等救出姐姐后 就会马上回来救他 小宝强忍内心中的恐惧 答应了下来 也就是这次意外 小宝在这里遇到了 守护他一生的挚友 父亲回到营地后 赶紧把煤矿倒进 挖出的冰洞里 紧接着用火把将起点燃 剧烈燃烧的煤 再发出一道耀眼白光后 将冰面融化出一个大洞 父亲连忙将洞内的湖水咬出 不一会就看到了大宝的手指 这让众人欣喜若狂 然而这时意外发生了 此刻突然电闪雷鸣 吓起了暴力 汇聚的雨水再次淹没了冰洞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成了无用够 父亲想再用煤来化冰 但打火机已经被雨水淋湿 这时大宝的氧气也即将耗尽 面临死亡时坚强的 他也忍不住哭泣 不肯放弃的家人 奋力地挖着冰面 不到最后一秒 他们不肯放弃 直到大宝的氧气耗尽 一家人无助地握住他的手 彻底地放弃了希望 就在这时 远处一个庞然大物突然出现